今年外交部在外交威民方面还有哪些新的举措 谢谢 外交威民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 今年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件大事 一是全力打造海外中国平安体系 加强预防性领保宣传和安全风险预计 进步优化12318热线 建设高效闭环全链条的领保服务平台 二是要打造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 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 持续扩容中国免签的朋友圈 同更多国家达成行事多样的多年多次的签证完排 三是不断提高线上线下领事服务的水平 优化升级中国领事APP 打造驻外使领馆的智慧领事大厅 为海外中国同胞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领事服务 我再次想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的外交是人民的外交 为人民服务让同胞满意 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